一般来说,我们的口罩,如果在香港,现今大概有三种或四种大小 我们最常见的那种是17.5,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型那种 中和这种就跟这个不同,这个是14.5 就是小孩子和女士小颜都可以用的 但如果我说不是,我小孩子只有两岁,那戴这个也嫌太大了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是12.5,和一个是12 就差一点,但对于小孩子都不同了 因为小孩子由两岁到16岁,其实面差太远了 另外市面还有少量厂商会生产更小的尺寸,10.5cm版本 2-3岁的小朋友面型较小,其实戴12cm有时都会挺大 10.5cm或者会更适合了 不过K框就提醒,因为这类小尺寸的口罩 有机会是用改装机器生产的 质素参差的机会比成人口罩更高 加上手工出现问题更容易影响舒适感 对敏感的小朋友来说影响多大 除了传统款式外,市面也有一些立体设计款式 因为口罩和嘴中间有更多空间 一般会较舒适,但尺寸选择相对较小 调校的空间也不多,家长要多点留意口罩是否贴面了 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最重要是舒服 因为他们未必明白为何要戴口罩 所以如果他戴得不舒服,他经常戴口罩 反而会增加了他受感染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有几点留意 真的要遮到他的鼻梁,遮到下巴 以及这里不要有太多空间 小朋友选择口罩的妈妈和爸爸 不要只考虑溶噴布的过滤效能 反而我认为需要顾虑 小朋友带到面上,究竟是否贴面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会带小朋友去很高危的地方 除非要特意去看医生 反而贴面程度比安全 你放一个不贴面,但过滤到高的口罩 市面上口罩类型这么多 有传统的,亦有不同设计立体形状的 对小朋友来说,哪一款才是最舒适呢? 其实每个人都不同 始终小朋友很有趣 其实他的面型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改变 我相信你看过一个小朋友的面型 和我静眼的面型都会有些不同 不能说我某个型号一定适合全世界 而根据记者经验,年纪和面型较小的小朋友 立体设计口罩一般都比较合适 易贴面,同时口罩都不易碰到嘴仔 大一点的小朋友呢? 传统口罩包裹性就更好 沈医生就建议出街之前 最好先给小朋友试戴口罩15至30分钟 观察是否有不适或拉扯的情况 也可以脱下口罩,检查有没有过湿 来判断口罩是否适合小朋友 另外也因为小朋友的面型多变 家长要定期观察,需不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款 其实两岁以下的小朋友没有强求他戴口罩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未必有对的口罩 第二件事就是有时口罩遮住他 令他呼吸有困难 或者那些年纪容易流口水会沾湿口罩 也会影响到透气 所以那些小朋友考虑就是不戴口罩 小朋友太小就不要适宜戴口罩 例如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他不是很乖 他戴口罩会增加他摸面 触着眼睛想弄掉口罩的机会 反而受感染的人会更大 两位专家都不建议两岁以下的幼儿戴口罩 但如果想出街又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其他身边的人戴口罩 其实都可以保护到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一些公司会给这些小朋友交交面罩 家长不妨考虑这件事 坊间说把嬷子向自己抱 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戴口罩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我们避免自己的手 去接触我们的鼻子、嘴、嘴、嘴、眼睛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可以减低风险 其实就可以了 儿童口罩和成人口罩一样 有不同的避线设计 不过基于安全考量 儿童口罩会有较多的胶避线 或者没有避线选择 K框就说 各款避线都各有好坏 我这条就是一条胶的避线 特色就是胶不能够挖到很多角度 我现在这样挖它就彈出来 即是说它其实贴臂不是那么完美 最不贴面的就是没有金属线 没有避线、没有胶线、没有胶线 什么都没有 你贴在鼻子上 如果你的鼻子不适合它 就一定会流 它不能改良 因为它定了特定的样子 话虽如此 但胶制或者没有避线 其实都比金属避线安全 加上比较柔软 对有童来说 其实会比较舒适 铁臂比较完美的就是一条金属 一条金属的好处就是便宜 也有少量厂商会用较高的成本来制作双层金属避线 好处就是更加坚固贴面 坏处就是有机会戒损皮肤 严重的话还有机会刺青眼仔 我现在这个位置都是隔手的 这个角 一般小童口罩如果用金属也有这个症状 另外它也提醒要检查避线是否平衡固定 否则就会增加泥罩甚至刺穿的风险 一般的小童口罩有三种款 一种是粗绳,扁的 另一种是正常圆绳,幼的 另一种是布绳 个人有三种当然是带云的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扁绳 因为耳朵会舒服些 如果这种不贴的话 打个裂都可以贴 这一样 这种绳是比较特别 一看成型的 整条带基本上就粘在口罩上 好处是贴得很实 但不好处是因为它自己太紧实了 没有什么调节的空间 你不能说紧那头打个裂 所以就要不太合用 最好是买少量试一下 试一试我正常的验发 首先我拿着这个药本回来 就会拉它 这个药本我拉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不对路的东西了 这个手工非常之差 我这两个位置都不夹 这些很明显是土炮的 土炮的意思是 可能一间厂有空做几只 完全夹不到 这些人手钉 另外KCON也提醒 可以留意耳朕是外钉还是内钉 因为小朋友面小 少少偏差都会比大人更容易不贴面 一般外钉就会教内钉的贴面 拉力方面 一般用四指扣着两边向外轻拉 如果手指和口罩的距离 有四至五寸都属于正常 太松就难些贴面 太紧就会不舒服 或者很容易断 第一件事 记得无论你戴什么口罩都好 先洗手 然后选一个适合它的口罩 记得如果一些传统的口罩 颜色那边是向出的 金属丝那边是向上的 戴好两边的耳朵 确保戴得正确和舒服 因为它不舒服 经常用口罩就会拉出来 然后这个位置 记得压一下鼻梁 所以刚才也说 没有鼻梁小朋友是很难的 尽量贴好面 另外下面记得要包好下巴的地方 好 看看两边 没有太多洞便完成了 记得我们做完之后 要记得去洗手 我们有时候替换口罩 所以养成一个习惯 帮小朋友戴口罩 无论新旧都好 都去洗手 那就最稳妥了 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厂商 都会想不同的方法 去哄小朋友戴口罩 其中一个就是 改一改整的形状 或者是印个公仔上口罩 这些方法可以令到他们戴口罩 而不会随便搅拌口罩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虽然有图案 某程度来说是好事 但K-Kong说 如果可以的 都尽量不要选择印花太深色的口罩 它以日本儿童口罩为例 大多都只是较淡的单色印刷 这是因为 用上有限而无害的颜料 太深色 或者太多颜色 都会有机会被吸入 另外就是 口罩面层一般都是防水 正常来说是难以印刷的 如果印上太多颜色 口罩面层的防水性 或者已经比较弱了 如果这个牌呢 这个是排水 这个是水溶性油脉 印在排水面 这个是安全 真的口罩有一个很必然的特征 就是它的盒子 或者包装的字体一定印得很漂亮 很小的字 都很sharp 这是第一点 这个我手上拿着 这个一定是日本的 因为它都很小的字体 那些五 point 的字体 都是很sharp 如果你翻版的那些 它只是将这个正版再拍一次 再放回来拍 不清的 这个也很清 第二 就是日本口罩 有一个必然的 就是日本人很注重售后服务 那一般的日本口罩 一定有两样东西 是正宗的 就是第一 一个日本本地的电话 不是国际的 第二 就是有个barcode barcode 通常印了日本的barcode 那你明白什么 日本barcode 就是四字头的 好了 第三样日本口罩有必然的 就是 如果正式的日本口罩 小孩子 不可以是金属的避线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的避线是金属的 多数是假的 第四个 就不是很多人留意到的 原来日本口罩 很多时候规定了底色 是浅的白色 就是可能有些暗花印公仔 是小孩子版 但是它的色 不会有其他古灵战怪的色 就算是印花 因为它用食物颜料印的 印出来也不太清 如果你说不打这个 你戴 有些家长就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其实医生一早说了不行 这个方法 就叫交叉性戴法 这个上股就是向下拉 下股就是向上拉 那你会留意到我这个位置 这个方法 尺寸大了 那就是说 其实我发现这样的呼吸很长顺 很舒服 当然了 你都没有经过口罩呼吸 传统口罩 两边有看折位 尺寸合适的 当然可以贴面 但如果面形较小 两边较硬的看折位 就容易突起漏气 这个问题 在小朋友身上 特别容易遇到 其实有个方法 简单一点 就是将它里面的四格 就剪到两格 那当然了 你剪的时候要先烧一只手 那我拉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一个弧形边 那因为它已经弧形边 变成了一条线 那它就会贴面一点 那走光机会就会小一点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拿着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将这个部分 屈了进去 再屈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 就打一个小型裂 那打了这个小型裂 那打了这个小型裂 的特征呢 就令到裂呢 是锁死了 在那个 黏在口罩那边的位置 拉到最入 只能够示范一边 我这样做 那这个这样呢 就在这个位置 就吃了那个交叉位 那我仍然呢 就用到 中间的部分来呼吸 那这个好处呢 就是我将中间的部分 就凸了出来 就没有那么贴面 的 我现在这个 整法呢 都不够小 做到 我就在这个位置剪一个 我不是剪囊 我只是在一个边上剪 而已 那我就这样 这样 扫它出来 那这个就做了出来 是Q版 到没得再Q的了 这个你要做 你要戴手套 做了很多功夫 那最重要其实都是教小朋友 要勤洗手 和要教他正确的洗手方法 先洗手掌 然后到手背 再到手指 如果小朋友没办法自己洗手指 家长就要从旁协助 要每一只手指都洗干净 尤其是小朋友喜欢损手指 好意有大影响 之后用指尖洗手指 再拆手背 过水 过干净 洗完了 好 抹手了 抹手 那记得 其实小朋友 他叫他提一提他 洗完手之后 就不要触过水龙头 因为水龙头其实就骯髒 现在如果自动那些 就不需要你去水龙头 如果你是推山的开关 那你就用手掌 就把水龙头关掉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 不少家长都会帮小朋友 买可以重用的口罩 或者补口罩套 邓沈医生说 重用口罩都有床菌的风险 最佳选择 都是传统的即器口罩 用完或者整湿了之后 即时更换就最好了 在每天都有确诊的情况之下 儿童已经复课 难免会令家长担心 对于治理能力较低的幼儿 怎样在学校都可以做好防疫措施 放学之后 又是否需要彻底消毒呢 现在的情况都是要教他 如何戴口罩 以及教他如何洗手 重复去做就可以 我觉得可能都不要逼 小朋友逼得太多了 沈医生亦都说 一般学校都会要求学生 在书包戴最少三个后备口罩 就算学校没有要求 家长亦都自行准备 以便随时需要更换 病毒可以残留在纸张上 一段颇长的时间 我们尽可能消毒 但都未必可以消毒到 举个例 学校拿回那张工作纸 或者他做牢作的作品 你没有可能消毒到 所以我们都是尽可能去做 例如我们回到家 可能在家里 可能对鞋脱到外面 然后可能用酒精抹一抹才进屋 另外我们可以回到书保面 用包书胶包好 然后回到家里 我们只用酒精抹一抹 包书胶的面 我们就可以消毒到 但里面其实很困难 文具也是一样 而且在家里 尽量不要触眼触鼻 这个都很重要 勤洗手 总括来说 可以消毒的都可以尝试消毒 但更重要的都是教育 让小朋友有良好的自我防疫意识 比任何事后消毒都重要